卖大哥99的红酒 我一瓶才挣95 盘点酒水圈不为人知的秘密 你还问我用的是什么葡萄 这边建议啊 身体还是要按时检查 昨晚喝剩的凉白开拿过来 要是用烂葡萄 那成本多高啊 80多块钱 买包葡萄皮提取色素 够用十几次 酒精啊也必须安排上 大哥说今天想喝12度半 多加点 啥没红酒味 那就再点缀点红酒香精 不到一分钟啊 它就完成了 但是像我这样是在良心商家啊 肯定不会轻易出售 它在某冬的售价啊 必须1999 扫码价也必须是1999 包装必须加进什么口 贴个外国农场标 它就来自这 非要问我用什么葡萄 花锅 波尔产区 进门 左手 第四颗 是侠猪 9块9的啤酒 便宜吧 我卖你还能挣7块 运费1块8 成本就两个 就是不 先来点这个温奶做粉条 剩下的麦芽粉 哎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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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颜色 比我好大哥的尿都黄 第二步 再加点食用酒精 啤酒 不是白酒 喷两下就行 有味啊就行了 便喝到嘴里 香凉白开 第三步 听说好大哥喜欢泡沫足的 咱就加点柠檬酸和小苏打 哎呀 这个好啊 哎呦呦呦 整多了 第四步 这可是精髓啊 啤酒香精 快看 像不像你印象当中的那个进口啤酒 真好啊 人才 一个月挣一个亿的30年老酒 如何实现 准备一杯昨晚和圣的凉白开 注意了 准备一个30年前的老酒精 一比一倒啊 就是50度 多到一点 53度 没有酒花啊 就整点酒花香精 一两滴就够了 要不然大哥喝到嘴里啊 像肥皂鼠 还有一部最精髓的 上色 一滴 十年 挣500 两滴 三十年 挣1000 毕竟这好大哥喝的 就是面子 啥 好大哥只喝台子 看看这是啥 直接搞里头 最后来在这除新除包剂 收尾 去掉这酒精啊 刺鼻的味道 小瓶一罐 小帽 一盖 这又不就是好